最新的連線焦點馬上帶來關心是 今天五都正式升格 胡志強呢今天上任台中市長 而建中校長是擔任他的副市長 我們立刻連線記者張靜東 帶我們來了解靜東 好的主播 那麼台中直轄室的第一屆市長 胡志強你可以看到呢 剛剛已經完成了這個宣誓就職的部分 後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他現在正在台上 那麼在今天早上8點31分開始的 這場宣誓就職典禮呢 有先告了正式開始 那麼今天早上胡志強呢 他會發表了這個就職的演說 那麼他以上泥山銀樹光 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來發表今天的就職的內容的一個狀況 那麼今天您等一下可以看到呢 胡志強將會在台上呢 來發表他的談話 不過呢在今天 在特別是在今天所就職的這個現場當中呢 是在新市政中心 那麼很特別 因為這個地方落成之後呢 第一次在室內有如此大型的活動 而且就是胡志強他的這個市長的這個職位的宣誓就職典禮 那麼今天呢 胡志強他會發表他的這個所謂的就職演說呢 包含了這個他選舉的號召的主題是世界的大台中 另外他也希望說他在接下來是你的任期能夠有壓力壓力越壓越有力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可以看到呢胡志強今天現在目前已經剛剛是完成了這個宣誓 那麼接下來呢再稍後會發表談話 那麼等一下大概十點的時候呢 胡志強也會趕到了這個原本的台中縣的這個地方呢 來宣誓就職 這目前是早上在台中市直轄市第一屆市長就職的一個狀況 把新鏡頭交還彭麗主播喔 好謝謝俊東的連線報導 這一回呢 五都喔 今天是正式改制